插入水平线 对 没有这个好像有提到有字中 所以更正一下 这个应该有字中 然后呢 输入美国职棒四个字 并且表格下方插入水平线 水平线下方输入回首页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表格下方 是下方 表格的外面 是 可是 这个就很奇怪 表格的下方应该讲起来是这里 可是你看参考答案是在这里 表格的下方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这一题是有争议的 一般座呢 其实他的意思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比较合理 如果说他今天要我们表格的下方 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 下面一条水平线 所以这个是有争议 我是建议你干脆就这样就好了啦 因为标准参考答案里面呢 是放这个样子 你就把它置中 并且这条水平线在这里就好了 那可是其实我是看到有那个参考答案是把它放在下面的 因为你说表格下方啊 那我在下方没错啊 那其他如果说你要更快速 你是什么 没有写吗 应该是版本的关系啦 版本 因为现在又有更新的一个版本 更新的 你这个是前一个版本 前一个版本 它是怎么写的 它没有写表格下方 它没有写表格下方 对对对对对 下方差 对啊 对对 你这边是下方插入水平线 它改成什么 它改成表格下方 所以按照那个 可是新版的题目是加一个表格 那我是觉得应该是表格下方 应该这样才对啊 这样才对啊 不然 他强调表格 对对对 表格下方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新版的题目是表格下方 旧版的题目 因为这个是最近 最近几个月才才才才改的 对 对旧版的新版就是变成表格下方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表格下方 那其他像你做出一个之后 我是建议你用其他的话就用什么 另存新档 比如说SFM2的话 也把它盖过去 2跟1有没有就一模一样 然后3也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有个方法就是说 因为可以省时间 省什么时间 就是你只要修改就好了 对修改里面的文字 然后再修改一些细 就比如说我今天好了 我今天2 2跟2的话有没有 是指的是这个地方 2打开之后有没有 我就把它另存时候 另存新档把它盖过去的时候 你看打开就变成跟一模一样 我就直接改 改哪里呢 这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话呢 里面是台湾职棒 所以你就把美国改成台湾 然后另外改字之外 接下来就是说呢 还有改背景图不用改了 这